重點就是小朋友會比較接觸到 比如說把手坐位 娃娃車駕駛仔細幫車內坐以擦拭消毒 因為待會要去載送可愛的小朋友來上學 在老師帶領下小朋友開心坐上車 除了落實戴口罩分批搭載及車內幼童採梅花座等防疫措施 金融市政府方面更赤資1400萬 協助全市市立及菲尼幼兒園泰幻新購共16輛幼童專用車 更舉辦駕駛及隨車人員安全講習 全力打造幼童安全上下雪環境 我們金融市特別在意小朋友型的安全 所以今年在幼童專用車的一個泰幻跟新購 我們就一口氣赤資了1400萬 市府補助百多萬這樣子的一個龐大的大手筆的金額 來改善整個幼兒園行的安全 那我們這一次今年泰幻了8輛 車領已經到10年的交通車 以及我們有許多 今年有幾間費力幼兒園是新設的 那可能在地處比較山坡上的這樣子的幼兒園 我們也補助他們新購新的幼童專用車 來載送我們小朋友上學 在疫情降級解封後 位於正濱國中8月剛完工的非營利成長幼兒園 8月16正式開園 其中幼幼專班的小朋友因為都是第一天上學 不少家長特別留在現場關心小寶貝上學狀況 原本跟老公商量 原本想說還是先別讀了 再等一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但是後來就是看園長就是都很努力 就是也是很積極 想說趕快整個運作起來 然後也碰到疫情趨緩 然後才決定 不然就讓小孩子來試試看 教育署方面表示 金額市目前有私利幼兒園56元 非營利幼兒園7元 及公立幼兒園45元 110學年度已經有31個私利幼兒園加入准公共幼兒園 從今年8月起 小朋友就讀准公共幼兒園的家長 缴交費用可再减1000元 希望實質減輕家長負擔 在暑假末段恢復正常上課 並延長照顧服務時間 也能致時滿足雙薪家庭需求 落實0到6歲國家一起養政策 記者張琦辰金融報導